古巴前領導人菲德爾·卡斯特羅68歲的長子星期四自殺身亡 古巴國營媒體報導說他一直患有抑鬱症 自殺前接受了幾個月的資料 小卡斯特羅曾經在前蘇聯學習原子物理 後來擔任古巴國家委員會的科學顧問 以及是古巴科學院的副主席 他在1980年到1992年期間負責古巴的核項目 小卡斯特羅是卡斯特羅在領導古巴革命前與第一任妻子所生 他的母親家族的一些親戚在古巴革命後流亡美國 有些人成為邁阿密古巴人聚居地區的國會議員 包括他的堂兄弟連任八屆的共和黨議員 馬利歐·迪亞茲·波拉特 以及是前共和黨議員 曾經擔任台灣事務議員團共同主席的林肯·迪亞茲·波拉特 小卡斯特羅一生堅信父親的共產主義理念 他的死距離該位統治古巴近半世紀的獨裁者 離世近一年多 詞曲、 fazla计刀 司会ou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